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谈论 讨论我们的这一个状态模式 在了解这个状态的pattern 就是state pattern的时候 我想帮你复习一下 这个状态 跟这个转移 这叫做state叫状态 然后转移叫transition 就是从一个状态 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 那这个 那我就以Android的UI 来做一个说明 让你了解 什么叫做状态的转移 在Android里头呢 一个activity 它负责多个UI的布局 就是UI会一直变化一直变化 所以呢 它负责呢 多个这个UI 物局的一种呈现 以及它的变化 OK 在架构师的这个观点 之下呢 这个UI的变化 可以看成呢 这个activity对象 一种状态的一种状态的转移 那大家都知道Android的App的UI 是变化多端的 这个繁杂多变 它反而成为这个吸引众人目光的这个主角 所以呢 在介绍这个状态的模式 就像上一章的策略模式一样 提供一个简单的序 那么包容了无尽的变化 无尽的变化 那么状态模式所包容的 并不极限于这个画面的变化而已 其实呢 任何的一种类别 例如说 media player的播放器 比如说 这个OpenGL等等的引擎 它的转移的状态 甚至呢 Virtual Machine 那么它的变化 也都是一个 很多很多的状态 的一种在变化 那么现在 我就来 以这个Android的UI布局 来做几例 因为呢 这是大家比较容易 察觉到的一个外观的变化 可以让大家 来领会呢 这个状态 模式的一种 美妙的地方 看到它的美感 所以呢 首先 我们就来 对一个概念 叫做事件 事件呢 会触发 这英文叫trigger 会trigger 这个状态的转移 所以对象的转移到新状态 会做出新的行为 Behaviour 譬如说 你从这一个 肚子饱饱的状态 转移到肚子饿的状态 那么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 会想去找东西吃 OK 然后会跑到厨房去 打开冰箱 对 那你肚子饱饱的时候 会有什么行为呢 可能想要去休息一下 睡到觉 OK 换句话说 这个事件的发生 不止是触发的转移呢 而且呢 会引发某种的动作 这样子 所以这个 事件的发生 还有什么呢 这一个 冰淇淋来了 冰淇淋来了 这冰淇淋的叮当叮当的车来了 这叫事件发生了 那么会引发呢 你的状态转移呢 是由原来的 这一个 不口渴 直接就变到口渴 所以就想去吃冰淇淋 越想越口渴 OK 所以呢 这口水都流出来 所以呢 口水流出来 就是一种动作 这种动作呢 是因为冰淇淋的车子来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 所以引起你流口水 OK 这叫状态的转移 然后会触发你的某种的动作 某种的动作 然后再来 人们接到红绿灯 红灯传来的信息 就会停下来 所以呢 这一个 人们 从原来走路的状态 那么会停下来 到变成停下来的状态 是因为 红灯 传来的这个信息 这一个一个事件 含苞待放的花 散发出令人期待的信息 这个 凋谢的花 带给人一种惆怅的心情 这个都是 引起呢 人们的变化 就是一种状态 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状态 等等的 那么看到盛开的花 会想去买它 而不会去买凋谢的花 所以 这个不同的事件 引发人的不同行为 所以 activity就像一个人 某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它就会导致呢 状态的改变 状态的改变 比如说 失恋了 那么它的状态呢 就变成仿神仿神的 那么它的行为呢 引发不同的行为 它会一起吃香蕉皮 听说的 OK 好 事件 状态 跟行为 是人们掌握 这一个系统 掌握activity 行为所关注的要素 OK 你的 按任何一个按钮 按button 都是会产生一个事件 好 然后呢 会引发呢 这系统的状态的改变 那么引发呢 这系统呢 状态产生不一样的行为 OK 首先 我们就 透过这个UAML 这个状态图来 表达这个 啊 这个状态转移的 情境 原来呢 这一个系统呢 是在状态一 那么因某种事件 X的发生 发生之后呢 在某种条件下 它会转移到这里 譬如说 当你呢 是一个 很高兴的状态 很高兴的状态 然后因为有人骂你一声 所以这叫一个事件 啊 那骂你一声呢 那么如果你当 啊 你的 这个条件是 啊 这个人是你不认识 啊 那你就跑到一个状态二 啊 那你会 觉得呢 啊 会想去 啊 问他为什么 那么如果这个 啊 你被骂了一声 但是 这一个条件呢 是你的 啊 已经认识的人 那么你可能 会认为 他在开玩笑 所以呢 就这个 啊 在这个状态三 啊 跑到状态三 原谅他了 啊 或者是 啊 幽默几记 对他幽默几记 对不对 啊 等等的 啊 所以这个 每个事件 他会条件不一样 条件不一样 OK 啊 所以呢 这一个 啊 每个 啊 事件 都会引发呢 这一个 状态的 不一样的转移 那么 会当事件X发生的时候 如果C的条件成立 那么就会 转移到状态二 啊 那如果这个 条件成立 啊 那他可能会改变 OK 啊 啊 比如说 啊 这一个 啊 这看看这个 红绿灯 啊 他有三个状态 那么他是周而复始的 在变化他的状态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红绿灯这个例子 哦 啊 那他有 啊 红的 那么 红灯 黄灯 这个绿灯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事件X 而且配合条件C1 那他就转移到 状态二 那状态二呢 如果发生了事件Y 又在某个条件下 那么他就会转移到状态一 那如果发生状态Z 那条件是C3 那他就跑到了状态三 那么如果是在状态三 啊 有事件W发生了 那条件C4 他就跑到这里来 OK 好 那如果在状态一 产生事件Z 他不会有反应 因为他只有 针对事件X 才会有反应 同样的 在状态三 如果产生事件Y 他没有反应 因为 只有一个 事件W 他才会有反应 OK 所以自然界的现象 其中的 在其 life cycle 就是生命周期中 内部状态 不断的在改变 而且是循环的 而且呢 状态可以组成 潮状的结构 就是 状态里头 会有小状态 啊 譬如说 这一个 啊 你现在是 啊 在家 这是在家里 啊 那就是在学校 在school 啊 在学校 啊 两个状态 啊 啊 那在学校的状态 里头又分为 啊 上课 上课 上课中 然后又分为 休息中 啊 两个状态 所以你到学校的时候 是先上课 上课的过程当中 叮当叮当 下课啦 有这个事件 时间到了 大家就 转到休息中 啊 休息中呢 再一个事件 下课啦 那就回来啦 就回家啦 OK 啊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叫做 大状态中 就是你在学校 那 比如说有人打电话 啊 给你妈妈 说要找某某人 那么你妈妈说 她上学啦 啊 可以就表示呢 她在学校里头呢 属于这个 在学校的状态 那在学校的状态 那在学校的状态里头 又分上课中 休息中 两个不同的状态 那中间会有个事件 会让她来做转移的 OK 那这个叫做 啊 潮状态的 就是大饼包小饼 啊 就是大状态 啊 又可以包含几个不同的小状态 所以状态一 内含两个小状态 这种 潮状结构 又称为 hierarchical 就是 啊 树状结构 这如果 状态一跟状态二 啊 在乘级一 则状态四跟五 就属于乘级二 啊 所以她有两层 啊 你看 啊 这一个 啊 状态一跟二 是在最高层级 啊 四跟五是 啊 属于 啊 比较低的层级 就是状态一里头的 啊 所以呢 这一个 状态一跟二 是属于 啊 乘级一的 状态四跟五 是属于乘级二的 一个状态机可以 含有许多乘级 各个乘级可含有很多状态 当我们说activity 处于状态一的时候 意味着 啊 他不是处于四就是五 啊 就是这个 状态一本身 啊 其实是由这两个小状态过程的 那么 他进来的时候 不是他 就是他 啊 其他的没有 OK 就是这种 炒级结构的意思 当activity处于状态四的时候 发生事件Q 他就会转移到状态二 啊 这我们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啊 说明过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来看看 啊 刚刚讲的是 某个事件 会啊 啊 促成啊 啊 这个 状态的转移 那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当状态的转移的时候 也会赤成 促成另外一个动作的发生 啊 会产生行动 比如说啊 这个你到愤怒的状态了 你被揍了一拳 这个事件 让你这样从高兴转移到愤怒 你可能就会打人 因此就会到达愤怒的状态 你就会有动作 所以外来的事件 会触发状态的转移 同时也会触发对象去执行马席动作 啊 例如呢 啊 这是一个我们UI的图 啊 一开始呢 我们是处于这个状态一 啊 就是目前Android的Activity 我们现在是以Android的Activity 啊 来当例子 啊 就是一个一个画面 那一开始是秀Layout01 就是把Layout秀出来 啊 然后等待人家去输入 所以呢 那如果你按了一个Key 就是On Key On Key Down 啊 如果你 这个事件发生了 有用户去按这个Key了 那么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他就会 马上秀出Layout02 啊 秀出完之后 他就会进入到状态二 那状态二里头 不是他就他 因此他就会进入状态三 啊 会进入状态三 好 处于状态三的时候 如果呢 啊 啊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 他就会跑到状态四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又有这个 啊 User点选 啊 这一个ListView里头的东西 他又会跑到状态三 OK 好 在这个状态二的状态之下 不是在状态三 就状态四 OK 好 那么 如果是 在这里的时候 onkey dump 啊 但是他的条件不一样 他就会秀出不一样的 这一个图形 这样UI 然后呢 会转 先转移到状态四 那我再说明一下 就是一个AP一开始就处于状态一 那看到的是Layout01 那如果呢 User按一个onkey dump 那条件呢 是EasyCube 是Force的话 都满足 他就会执行Layout02 执行Layout02之后 状态就转移到状态三 状态三会做这件事情 啊 会做一项动作 那如果这个时候产生一个事件 接到一个事件 他就转移到状态四 啊 这样子的 那如果说在这里 他也是一样onkey dump 但是他的条件是这样 跟上面不一样 那他也会Show的要0二 但是 会接着执行State4 然后呢 会做这个动作 啊 做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有人按checkbox 他就会转移到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APP 的一个状态变化的图咯 啊 那就会执行两个动作 当进入State1的时候 会执行这两个动作 啊 会执行这两个动作 OK 所以呢 这会 第一个会设定变数 以及执行这个函数 当 onkey dump发生的时候 也会执行 啊 其他的动作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图呢 我们把刚刚这个图 把它用上来 啊 android框架 会不断的发出信息 给应用类 就相对于这个AP 那么android框架 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的来源 比如说user按了一个键的时候 那从硬件先接到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才是启动 启动下来才是Linux Linux下来是Android的系统服务层 然后把这个onkey dump呢 送到我们的这个view 这个view里头 送到我们view里头 所以就变成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促成我们AP的这个状态的改变 状态改变 好 那如果呢 user按了一个checkbox 那他就会来call他 就从framework呢 把这个信息呢 送到这里来 促成了oncheckchange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状态的变化 那如果说 他是处于这个状态 他就会跑到这个状态 如果他目前是处于这个状态 他就这一条就跑到这个状态 OK 所以呢 android的框架 相对上 这是APP 那这是framework 所以APP的事件 几乎都是从框架而来的 几乎都是框架而来的 OK 那这个user只要按下A Linux操作系统 就侦测到指的事件的发生 会传达给android框架 android框架就发出 onkey dump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样的信息 也就是一个事件 你按了一个键 它就会当成一个事件 这个时候呢 会导致我们应用程序的状态改变了 当然user按下 画面的checkbox呢 也会发出onkey check change 进行给应用类 也就是会继续触发 这个activity的状态转移 那么我们需要 有种优雅的系来包容上市的一个众多的变化 就是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变化 那么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系来建构这个系统呢 我们会觉得它是和谐的 它是优雅的 它是可用的呢 那我们就来用状态模式吧 好 谢谢 谢谢